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应该有去看了我们的展览 如果还没有去的 请把握时间 到一文空间去参观我们这次 很精彩的展览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 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 也是我们交通大学的校友 我们交大第一届 传播科技研究所的杰出校友 潘国正 潘学长 潘学长 他的人生历程 其实非常的精彩 那我跟他是莫逆之交 我们应该有三十几年的交情了 那他是在13岁的时候 他从台北来到了新竹 就在他的舅舅的西装店当学徒 那后来他小学毕业以后 他其实只有拿到小学的学历 但是他凭借着他自己的努力跟用功 他用同等学历考上了新竹中学 就是我们新竹高中 那在新竹中学里头 也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学习的环境 那因为他奋斗的精神 所以吸引了这个媒体的报道 那也因为那篇媒体的报道 这个改变了他的一生 那因为受了那篇媒体报道的激励 然后他就决心将来要当记者 所以后来他就去报考世新大学 那世新大学毕业以后 他就很顺利的进入媒体工作 那他在应该是民国71年 是71年还是72年 我是民国71年到新竹来服务 考上工职进到新竹市政府 那当时我就认识了我们潘国正 我们潘学长 那他当时在中国时报担任记者的期间 我们就一起共同为新竹来写历史 那他那时候报道了很多新竹的政治的事件 跟整个新竹的发展 那后来我在当文化中心主任时代 就是潘国正潘大哥 他自己本身虽然不是新竹人 可是对这块土地 他有非常多的好奇跟挖掘 那当时在 因为我们为了要让新竹的各拨的移民 能够认识我们这块土地 所发生的点点滴滴 所以就是开始在挖掘在地的历史 做了很多的口述历史 那潘大哥他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灵魂人物 那当时我们他有写了一本书叫 新竹的文化地图 几乎可以说是我们新竹人认识新竹的圣经 就是你要认识新竹 你一定要读那本书 你就可以进入新竹的历史的领域 那之后他协助我们做了很多新竹的历史的挖掘的工作 包括我们出版了有一系列的新竹的老照片说故事 还有我们在各界的新竹的文艺记里头 所做的田野调查 包括我们全台湾的第一个眷村的口述历史 也是我们潘老师 他等于是他主导来完成 那他也出版过一本台籍日本兵的故事 就是我们新竹日本兵的故事 那后来就是他也荣获了 我忘了是哪一本书荣获金鼎奖 是台籍日本兵 那我们他也荣获这个国使馆的第一届的这个文献奖 还有拿到了金鼎奖 那他自己在记者媒体的任内 获得了非常非常多的新闻的采访奖 那后来他也当到了新竹中国时报的最高最高阶的特派员 那之后他有一个人生的转折 就到就离开台湾到上海 到上海的一个台商公司去规划一个蛋糕博物馆 那在那期间就是也让他更了解中国大陆跟台湾的一些关系 那也了解一些产业的发展 跟产业的这个 跟等于是做产业文化史的一些食物的经验 那在2007年 应该是2010年他又回到了台湾 那回到台湾他就进到IC之音 其实在之前他就在IC之音市我们新竹 有一百多位科技人成立一起投资成立的一个人文的电台 那叫主客广播电台 那成立到现在应该是14年 对12年 12年的时间 这个年代我记不太清楚 可是我们拿到了有应该是18座的精灵奖 那我跟潘国正潘大哥 我们一起主持了一个节目叫爱上新竹 那我们爱上新竹连续三年 2012 2013跟2014都入围广播金钟奖 然后在2012跟2013我们也荣获社家 就是社区最佳社区节目主持人奖跟节目奖 所以他是我的老战友老伙伴 那更难得的是这几年他一直希望能够分享他自己的宝贵的经验 让更多人可以关怀我们这块土地 因为我们过去我们可能读了很多的历史 可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故乡却非常的陌生 然后我们读了很多的名人传记 可是我们对自己的父母 对我们自己的家族的历史 我们却完全一无所知 所以要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更进入自己的生命的脉络 然后更关心我们这块土地 他有很深刻的看法 所以今天我想特别要借助我跟他的交情 然后邀请大家到学校来 跟学弟妹一起来分享 就是书写生命故事的一些技巧跟方法 那他的一句名言就是没有记录就没有发生 那我希望能够透过他今天很精彩的演讲 唤起同学们对自己 家人的关心 对自己的未来的一些规划 然后也对我们这块土地 也许你有一些重新的认识 跟另外的一些想象跟作为 好 那现在我想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演讲者 我们爱希之音的副总经理 潘国正 潘副总 谢谢大家